有着深情双眼的马来西亚小天王关德辉 今天要正式推出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清醒 向来把情歌唱得很苦的关德辉说 这次新专辑中的歌曲有苦有乐 让他十分满意 在专辑的曲风里面 在这里面是我目前这么多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张 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内容它的曲风都不一样 像清醒就是一些稍微一点激动的东西 像放纵就是很典雅古典的东西 那也有一些比较R&B啦 像看透啦什么之类 所以我觉得在这张专辑里面唱得很痛快 因为可以让我在歌声的表情上 做出不同的发挥 演出不同的故事 而除了歌曲之外 擅长美工设计的关德辉 还亲自参与CD封面的设计工作 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出的六张专辑 都是我亲自设计的 那这次来到台湾之后 很多朋友在前两张的时候都写信说 希望能够看到我的东西 在宣传期的过后 就是晚上的时候 我会到设计师那边跟他一起讨论啊 然后比方说一些清醒的概念啊 呃 关德辉要怎么样才会清醒 要怎么样表现出清醒的那种意境 我会发表一些意见 我希望接下去如果反应良好的话 可能我会越设计越多 而且搞不好 我会考虑在台湾开一间自己的设计公司哦 而旗下有一位这么多才多艺的歌手关德辉 身为音乐总监的陈耀川 也忍不住要亲自前来为他加油打气 并且告诉大家 关德辉要去香港发展的消息 关德辉的背景 来自马来西亚 会讲广东话 然后现在国语格唱得非常好 台湾发展不错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当然就是我们一个重点的艺人 那在香港 我想因为前几年我们用港新 合作非常有品 那我认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香港地方的幕后人员 所以我们想我们会锁定 锁定这个刘德华签 签一个这个香港乐语的监制 不支持我们会请他 还有文有亮这些 重量的几个工作人员 对 我们一起来帮关德辉完成他的第一张乐语专程 所以接下来关德辉不但越来越忙 而且还是海外奔波 台湾还没有宣传完就要过去香港 因为有台湾宣传机会到四月底 可是四月中我会过去香港一趟 就是香港的电影 在开拍之前有一个仪式 就是记者会 所以我会先过去 然后到大概四月底宣传 第一阶段的宣传完之后 我会过去回去新马 那在新马会办一个巡回演唱 那个巡回演唱呢 就是为我当地的华文教育筹款 那办完那个之后 就会真实开拍我香港的电影 那之后呢 到年底呢 随着电影的推出呢 就会在香港灌入我第一张乐语专辑 在马来西亚号称拥有官式唱腔的 优质歌手关德辉 为了证明自己不只拥有一张俊秀的Fest 因此在这张专辑录音工作进行前 上了健身房锻炼肺活量 培养歌唱更高档的新技巧 尤其在拍摄清醒的音乐录影带时 不但对嘴部分钻进了地球衣礼边转边唱 更展现了溜滑轮的叠状产象 其实我这次在拍那个MTV的过程呢 真的是 是尽苦头没有来还好 因为导演的想法呢 非常特别 因为他说清醒 要怎么清醒呢 就是感情为什么会清醒 就是因为碰到挫败嘛 感情碰到挫败之后清醒 他就用溜那个直排轮刀来表现 为什么呢 因为直排轮刀就是你在学的过程一定会跌倒 不可能不跌 然后你在不断地碰碰跌跌之后呢 到最后就能够潇洒地站起来 潇洒地滑出去 所以他就用这样来暗喻 这个清醒的在感情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嗯这个MTV的构思真的很特别 你们看的时候真的要多留一些心思 看我的跌倒之后的心血 果然这一衰 让关德辉的表现一鸣惊人 在推出了这张作品之后 关德辉的潜力更被名制作人陈耀川发掘 未来将亲自操刀 担任他乐语专辑的音乐总监 除了歌唱的计划 关德辉更胸怀大志 准备朝向大一幕进军 我第一次进军电影圈可能会拍的就是 比较适合自己个性的一些电影 就是演年轻人啦 然后算是青春剧 跟我演对手戏的 都是香港比较新一代的 像李若彤啦蔡少芬那些都是比较年轻的 那我想大概在年底 大家就可以见到我的电影的成品了 一波接着一波的工作计划 关德辉高曝光率 对于喜爱他的歌迷来说 可以说是Hockey啦 期待好久的关德辉 又再度推出他个人第三张 这张名为清醒的全新专辑 收录的十首歌曲都是关德辉的最爱 而这也有别于过去 关德辉全是情歌愁苦的印象 昨天的记者会当中 负责制作广东专辑的制作总监陈耀川 也特地到现场为关德辉打气 从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 关德辉在台湾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熟悉台湾的环境 让关德辉更自然展现他的特色 嗨 完全娱乐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关德辉 这次很开心用清醒的姿态 跟大家见面 因为以前可能给人家感觉 是关德辉是比较灰心 爱到灰心或者是无怨无忧的感觉 可是这次我觉得 出来已经来到这边两年了 然后很多朋友给了我很多肯定 然后让我也很有了自信 所以这次出来就是比较清醒 比较自然 关德辉的清醒专辑 其实早该在去年年底就应该发片了 是因为希望收录的全是好歌才延荡至今 而在专辑进行录音的过程当中 关德辉为了有更好的声音表现 希望有更健康的外形 在专辑推出时和大家见面 关德辉除了上课 练习发声技巧 同时每个星期还上四次健身房锻炼身体 其实我这一次呢 就是出来之后 很多人说 关德辉 你好像有点瘦 因为好久不见了 然后看到我好像瘦了 实际上呢 我已经从58公斤增加到现在62公斤 我重了4公斤 可是看起来人家有点瘦 这就是练健身的成果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觉得 清醒嘛 就要给人家有自信的感觉 是从挫败里面清醒起来 那要以身作则啊 所以我这次呢 就公司就安排我健身课程 去练了之后 除了在外形上 我觉得在歌唱上 帮助也很大 因为这次进录音室呢 我每天健身的时候都跑步 起码跑45分钟 所以进录音室 在唱歌的时候 我忽然间觉得 嗓子啊 还有肺活量都强了很多 尤其是像清醒里面的第一句 那个拉音 一次就OK 所以我觉得 年轻朋友应该多多 应该清醒了 多多去运动吧 从第一张专辑发行 关德辉就不打算 光用偶像的外表 擄获歌迷心有的心 因此从第一张专辑 一开始宣传 就见不着他的本尊照片 但是不可否认的 关德辉的俊校外形 依旧是歌迷青睐的焦点 只是这一回 他要大家除了注意他 具有天王级的外表之外 也要仔细聆听他 具有实力的歌声 我觉得一个人 就是长得 是不是很年轻 或者是说很好看 是 我觉得是没有 比较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歌声是丰富的 歌声是随着你的经历 随着你的成长 而有很多 呈现很多层面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的声音 应该绝对比我的外形更加可观 希望你在我的专辑里面 去发掘我的无限的功能 为了推出新专辑 关德辉忙的每天 只睡三四个小时 另外四月份 他还即将到香港 准备参与部香港电影的演出 在六位时 完全娱乐洪宇文陈昆辉的采访报导